在最近十年以来 越来越多的大规模集成电路采用了BGA封装方式 毫无疑问 采用自动贴片机和载流焊机可以完成对BGA芯片的高质量贴片与焊接 但是能不能在比较简易的条件下 实现BGA芯片的贴桩或更换 这是一台价格比较低廉的红外焊接设备 在大规模生产企业里 它可以作为维修设备 在小批量生产的科研单位里 它也能够作为生产设备 它的工作原理是 用上下两个红外线热源 分别加热电路板的两面 从而可以用来对BGA芯片进行精确的焊接 对电路板上BGA芯片所在的位置进行局部加热 待焊料融化后 用吸嘴方便地把芯片吸取下来 摘取下来的芯片吸珠已经融化 必须先把芯片的焊盘清理干净 然后均匀涂抹住焊剂 使用专用设备把吸珠恢复到芯片上去 恢复好吸珠以后 把芯片摆放到PCB上 局部加热大约一分钟 BGA芯片就被修复到电路板上了 事实上 集成电路核心部分的体积极小 把电路核心包装到不同的外形里 叫做封装 封装的关键步骤是把芯片的电极引出来 连接到不同的引脚上 这道工序的专业术语叫做邦定 令人欣喜的是 我国已经能够独立制造邦定设备 这是我们在深圳商剧自动化设备公司拍摄的邦定设备和邦定过程 电脑显示器时刻监视邦定过程 这是在显微镜下看到的邦定成品 把芯片直接邦定到印制电路板上 再用胶把它保护起来 这叫做集成电路的软封装 把芯片邦定到集成电路的基座上 然后用硬塑料包裹起来 就制成了各种不同的集成电路 再用封装